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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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 我是Biona 今天我們來做一個Q&A 配上吃飯吃螺絲粉 吃的螺絲粉是這個 這是我唯一吃過的螺絲粉 什麼DIY 螺絲粉先生 然後我第一次吃是 我在廣西讀大學的朋友 來德國這邊玩帶給我的 然後後來就蠻好吃的 後來我州里又買了兩包送我 所以這個是我唯一吃過的螺絲粉 然後我超想吃那個 好歡羅的 好想吃 我說實話哦 我很喜歡很喜歡很喜歡吃這類東西 但是我對廣大女生 我們就是我覺得我們要共勉 就是這個東西只能用來解殘 但不要用來填飽肚子 哎呀給你們看一下 就是這個我今天就很隨意 也沒有特別挑問題 我就看到哪個我就打哪個好嗎 Eleven Law說小表輩 你又好久沒跟視頻了 這不拍這個嗎 胖曲曲說什麼時候會來巴黎玩啊 可以當機友嗎 哦我之前去過一次巴黎 待了一個禮拜我可喜歡了 我也沒有覺得弱啊 然後那一個禮拜 我就拿著那個交通地鐵圖 然後就坐 我覺得好方便啊地鐵 我覺得跟上海差不多吧 就有很多冠城 但是也很清楚 去哪裡地鐵都可以到 我超喜歡巴黎的 而且美術館真的好好管 我好喜歡菊原 好喜歡奧賽 我一定要再去一次巴黎 想知道你為什麼美艷 這麼可愛這麼性感 嗯哼 再來 Laura一天沒肉不行說 書和電影的吐槽和推薦 嗯 書的話我很推薦你們一本 只有醫生這本書 只有醫生知道 是張瑜寫的 是一個協和醫院的婦科女醫生 我當時這本書出一和二的時候 我就有看 你說小說啊名著啊 或者說那種學習類的書 你看多少本都可以 但是我覺得作為女生 你一定要對自己的身體保養 有最起碼的了解 對女生很多 就是自己對自己的檢查 或者身體的注意 都很有幫助 所以我推薦每個女生 都去看一下這本書 電影 我有一段時間 我特別特別愛看電影 那你現在讓我第一反應 推薦什麼電影 我腦子裡面第一個奔獻出來的 是一部電影叫海上鋼琴師 最後就是講這個海上鋼琴師 這鋼琴師他服役 他彈琴的這個船 是要銷毀了 也不知道怎麼樣 反正就是他最後是應該要離開這個船 踏上陸地才對的 但是因為他從來沒有踏上過陸地 他對陸地其實是有恐懼 他到最後就獨白了一段話 那段獨白在我當時 我是覺得就是對我感觸非常非常深 我就是看了覺得好震撼 他那個獨白大概是這個樣子的 說路上的人喜歡尋根究底 虛度很多的光陰 冬天由於夏天的遲來 夏天擔心冬天的將至 所以你們不停到處去追求一個遙不可及 四季如夏的地方 但我並不羨慕 城市那麼大 看不到鏡頭在哪裡 我能看到嗎 就連街道都已經數不清了 找一個女人蓋一間房子 買一塊地開闢一個風景 太複雜的判斷了 難道你們不怕精神崩潰嗎 他其實想表達的我覺得就是 其實這個世界太複雜 有太多我們需要追求的東西 但我們在無限的追求過程當中 其實已經忘記了那個度在哪裡 所以其實生命是無限的 但我們每個人的經歷 我們每個人真正應該珍惜的東西 並不是無限的 其實就那麼多 是不是很棒 那你說螺絲粉臭嗎 臭 像我之前去上班啊 然後我爸就在家裡吃螺絲粉 他不用跟我說的 他只要那天吃了 我下班他們就聞到那個味道了 然後我覺得這個湯 你也不應該喝 那這個好鹹 不應該喝 如果化妝的話 就看中哪個部分 比如口紅還是底妝 對我來講 我每天出門 底妝是最重要的 因為我皮膚不是很白 然後有點暗沉的那種 底妝,眉毛,腮紅,口紅 這就是我平時出去的時候 肯定會化的東西 想知道UP主 是如何熟練掌握一門陌生語言的 有什麼小窍門嗎 其實我沒有熟練掌握啦 我這個人是屬於那種從小 什麼東西 學到差不多80分 85分 就不學的那種 但是很多事情是相互的 有的時候 一定要東西做到極致 可能真的很優秀 但是我覺得我這種 很放蕩不羁的狀態 也是我很多 為什麼這麼快樂的原因啊 想知道你是學什麼地 我是學社會學地 就是碩士是社會學 本科是公共事業管理 在國內是用來討公務員的 因為只覺得自己做的最酷的一件事情 其實我想一想什麼都是我最酷的事情 後來我覺得 我很發自最途的覺得到目前為止 最酷的一件事情是拍YouTube 做YouTuber 做視頻博主 我剛開始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我誰都沒有告訴我 我老公 我媽媽 朋友 最好的朋友 我一個都沒有說 還記得關注我的第一個人是Yumi 我會把他的那個名字打在這裡 Yumi 新加坡的Yumi 他當時就給了我很大的鼓勵 從零變一的那個人 就是Yumi姐姐 拍這個一開始是為了排解我寫 我的碩士論文的痛苦 我的苦楚 我覺得拍視頻這件事情 給了我很多很多的開心和快樂 我經常會看到一些就是評論是說 看你的視頻覺得好開心 或者說覺得你好陽光好正能量 看你的視頻帶給我很多快樂 這個是讓我覺得最最有成就感的地方 有可能很多人他下了班以後 今天過得也不是很睡 也不是很開心 他洗完澡 然後刷完牙 躺在床上 一個人獨處的時候 他選擇了看我的視頻 來給他這一天一些放鬆 一些快樂 這就是我覺得 我做視頻很有價值的地方 這裡面還有這個豆皮 豆皮真好吃 可愛嗎 RainbowSC問我 橘子一般怎麼給自己解壓 還有生活中如何對待自己不喜歡的人 其實拍Youtube就是我的一個解壓的方式 出去旅遊啊 然後跟高鐵俠聊聊天啊 嗯 吃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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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如何對待自己不喜歡的人 其實我是一個臉上很掛不住的那種人 但是 不喜歡別人至少我覺得也要尊重別人 你不喜歡你就不要去觸碰就好了嗎 我們相敬如冰 井水 不犯河水 對吧 好下一個問題我喜歡 看夕陽吹海風一起散散步問我說 老公打遊戲嗎 如果當老公專注於打遊戲 而不理你的時候 你會怎麼做呢 首先鋼鐵俠是打遊戲的 但是鋼鐵俠很少很少會因為 專注於打遊戲而不理我 但是這個啊我要公平的說一句啊 就是 很多女生很禁止自己的男朋友打遊戲 很多男生覺得很討厭 真的 因為想啊 你們很喜歡化妝 買這種七七八八的化妝品 家裡一百支口紅 你男朋友也很討厭啊 他如果制止你 你覺得煩不煩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活空間 和自己最喜歡的東西 當他很喜歡的時候 如果你愛他 你就也要尊重他 鋼鐵俠不是喜歡打 比如說什麼 什麼兩個人最大之類的 我都陪他打耶 所以就是 他尊重你的時候 你要尊重他的興趣愛好 但是同時 男朋友們 你們也要有個度 你們說是不是 真的 你是取遊戲當老婆 還是取你女朋友當老婆 對吧 這種事情 我覺得我們都要互相理解 讓我再吃啊 想聽你和鋼鐵俠動人的愛情故事 這個真的好多人想聽啊 好想聽啊 你們都好想聽故事啊 好八卦呀 誰跟你說肯定是動人的啊 我們倆是10年的2月14號 那天是情人節 同時又是大年初一 在德國啊 我在上海那時候 大三八 但是我們就是通過大概半年多的聊天 就真的就好好聊 因為我們倆就是分開很遠 然後兩個人當中又是有共同的朋友 呃 我們倆之間有兩個共同朋友 是我的同學 也是他的同學 然後我們倆都是一天生日5月13號 然後共同的朋友就跟我們說 有一個人有個女生跟你一樣生日 我們就加了人人網 加了人人網 然後就聊天啊 要么不聊 然後一旦聊起來 就會覺得很有得了的那一種 後來他就騙我 騙我來德國 說要不要過來玩玩 那時候就想往大三 剛結束 大四也沒有課嘛 然後我就來了 然後來了以後就學德語 學了一年德語 學完德語以後就讀這輩的德語的硕士 兩個人生活中有很多默契的地方 但是也有很多就是 衝突的點 然後現在這麼多年已經開始 就是慢慢可以融合 可以和平相處 我說一個點吧 說我們那個時候 一滴戀的時候 一滴戀不是他一走就那種小半年嗎 然後他走的時候 就會給我留足夠量的巧克力 就是他大概算好 然後呢 我就是每天吃一粒巧克力 我說大概三包松露巧克力 我每天吃一粒 然後吃到這些巧克力都吃完了 他也就回來了 這樣 想知道鋼鐵俠怎麼跟寶貝求婚的 這是一個吐槽題 我們那時候是年底去領的證 然後之所以要年底領證 那是因為那一年鋼鐵俠工作了 如果我們的那個結婚證書是在年底前 就是比如說2017年 是在2016年領的 那2016年鋼鐵俠這一年的這個單身稅都可以退回來 因為在德國的話單身沒有小孩 你稅是最高的嘛 然後你如果有一個老婆 然後那個時候我不是還在讀碩士嗎 又沒有工作 那那個稅就可以退回來就可以變低很多 然後我又是金牛做的 他又知道我肯定會為了這點稅 把這個證給乖乖領完的 就是那種實惠人 就寫了一張紙 上面寫了點保證的東西 寫的東西 寫的東西都是我平常會比較在意的點 比如說什麼 說每周可以幫我吹兩次頭髮 反正就是我平常一些比較在意的點 但他其實寫了以後也沒有時間啊 也沒有吹頭髮嘛 很偶爾才吹一次頭髮 恭喜你要結婚了一下 問問買鑽戒有什麼心得和要注意的地方嗎 鑽戒啊 買大的吧 買貴的 開玩笑啦 哎呀 其實鑽戒這種東西 就分兩種嘛 一個是有品牌的 你那種 Tiffany的卡蒂的 你又要鑽的橙色好 那你不可能買太大的嘛 要么你就是沒有品牌的 自己去找一顆裸鑽 然後回來自己打造 但這個嘛 就是比如說沒有牌子的 但那個鑽的橙色 你有可能可以要求 價格也比較適中一點 無非就這兩種 你說我們有的女生都這麼矮 你的手那麼細那麼小 你戴的那麼大的 有什麼意思嗎 所以就不用買太大的吧 你適合自己戴的漂亮的就好了 買太大的 萬一掉了多心疼 想知道大阿吉最愛吃的上海菜是什麼 那就是清蒸大閘蟹 很喜歡啊 就喜歡太多 還有醃都鮮 醃都鮮 然後 然後鴨子玉奶湯 嗯 糖草栗子 我也很喜歡吃 然後 呃 嗆蝦 溫蟹 好喜歡吃 我們以後再做QLA 我現在要把螺絲粉吃完 謝謝你們觀看 拜拜 不要忘記訂閱我 按住我的微博